乘风2024决赛夜的第一轮直播开启 不得不说芒果威是很用心 因为是提前半小时开场 所以在7点到7点半这个准备时间段 上演了抄你投票回忆杀系列 这个投票的装票期和当年抄你的投票长得一样 而且也是之前淘汰的姐姐给现场的姐姐投票 这里就是参赛的五位姐姐实力 在其他姐姐心中的唱功实力见证 首先反场姐姐投票和最终结果无关 所以姐姐们投票都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 不牵扯任何的队伍成绩 第一位反场的示范甜甜投票给了萨鼎鼎 她表达的原因是看完歌单 认为这首歌曲很厉害 选择投票萨鼎鼎 第二位反场的姐姐是金梦佳投票给了韩雪 因为韩雪今天选择的歌曲很有力量 然后是赵一欢姐姐选择了上文杰 她表达的是虽然没有和她说过话 没有合作过 但很欣赏很喜欢 然后是无恙姐姐 她说06年他们出道的时间一样 还说了当年很风靡的一句话 与公与私 于情于理 并且她说出了歌迷内心中的话 她说冲榜塞在她心中 上文杰已经冲榜成功 然后她投给了上文杰 郭书瑶投票给了法国的姐姐 因为之前他们也有过合作舞台 杨景华 义工的队长 并且也很喜欢上文杰 自己的第一个队长 李希瑞 投上文杰 也是自己的队长 王林姐姐是倒数第二个上场的 她没有投票给和杰队伍和流星队伍 她表达的是她来这个节目 是因为她的偶像来参加了 她投的这个姐姐实力强 为人低调 又没合作过 听完这句话就联想到上文杰 果然她也投票给上文杰 蔡世云 第一个队长 喜欢其他的姐姐 但也支持上文杰 最终上文杰获得了六票 其他姐姐一票 陈丽君姐姐没有获得票数 当然这不代表她的人缘不好 毕竟这是个唱歌比赛 其他姐姐没有选她也很正常 如果这要是一个选择唱跳水会赢 相信陈丽君会获得很多票 树叶有专攻 比赛韩雪和杰斯是一组 第一个出场的是韩雪 韩雪演唱的一首 负重一万斤长大 自己唱哭了 相信很多看直播的观众也哭了 韩雪自己也红了眼眶 很感人的一首歌曲 法国姐姐唱的但愿人长久 唱了一首汉语歌曲 很标准的国语 唱得也很动情 在票数出来之前 朱丹还秀了一段主持功底 说了很长一段话 一下凸显了她的一个专业能力 本场观众是500位 然后是一秀一投 最终得票 韩雪赢了法国姐姐 票数没有具体公布 中间李佳格赶来 说如果参加第一轮投票 也要投给尚文杰 所以尚文杰应该是7票 第二轮是萨丁丁和陈丽君的PK 萨丁丁演唱悟空 整体发挥很稳定 中间有怒音的呈现 很显大将风范 陈丽君演唱《侠客营》 这首歌曲是陈丽君主演的乐剧 即是电影《新农门客栈》的主题曲 陈丽君出场是她在戏中的扮响 很英气 韩雪透露出陈丽君有四个节目在决赛 所以后面肯定还有唱跳舞台 还有团秀舞台 合胯组合作秀 最终得票 萨丁丁获胜 陈丽君失败 其实这里就有点做票嫌疑 现场都能听到陈丽君呼声很大 但是陈丽君队伍只能赢一次 韩雪赢了 那陈丽君再赢 不可能自己队伍的人PK自己队伍的人 所以韩雪赢了 陈丽君就难赢 萨丁丁424票 比韩雪票数高 最终就是萨丁丁和尚文杰PK 尚文杰演唱《爱》 是当年在超级女生的经典舞台歌曲 又是一个回忆杀歌曲 并且中间还穿插了一段想唱就唱的奸奏 真的很回忆杀 很感人 粉丝都在喊着记得 全场回忆杀 尚文杰最终427票赢得全场第一 看完这场直播 感慨万千 成风2024决赛前的加赛直播刚刚结束 由四个战队的六位姐姐出战 尚文杰 爱 乔伊斯乔纳森 但愿人长脚 陈丽君 侠客银 萨丁丁 悟空 韩雪 负重1万斤长大 谢金燕 练武功 第一轮 乔伊斯乔纳森PK韩雪 结果 韩雪胜 第二轮 萨丁丁PK陈丽君 结果 萨丁丁胜 最后 胜出者萨丁丁对战上文杰 最终上文集以427票显胜424票的萨丁丁 本场500名观众 采取一秀一投的方式 虽然最终结果明了 但中途的对决并未公布具体票数 投票时节目组还特意关闭了舞台下的现场收音效果 这也让这场直播有了些许别样的味道 不过 比赛的票数不透明 但有票数透明的项目 成风2024节目组是会搞热度的 有往期被淘汰的姐姐反场投票 单投票的不是表演舞台 而是PK开始前就先移不投票为上台的姐姐加油打气 十位樊长姐姐有 范甜甜 金孟佳 郭书瑶 赵以欢 吴漾 杨景华 李希瑞 王林 蔡世云 李佳格 范甜甜把票头给了萨丁丁 金孟佳把票头给了韩雪 郭书瑶把票头给了Jesse 赵一欢 吴漾 杨景华 李希瑞 王林 蔡世云都把票头给了尚文杰 在中途赶过来的李佳格同样把票头给了尚文杰后 最终 尚文杰得票7票 萨丁丁 韩雪 杰斯各一票 陈立军得票0票 有网友表示 此番陈立军没有得票 这与他所在的组的淘汰人员少有这些许关系 据悉 一公 二公 三公 陈立军组都无人淘汰 而四公 五公淘汰的三位姐姐 其中两个也曾经隶属于热冬组 所以淘汰的姐姐没有投给她 已在情理之中 接下来更加惊狂的是 主持人刘烨直接带起了节奏 在直播中念起了社交平台热搜词条 尚文杰冠军 萨丁丁去歌手吧 陈立军投票 节目组直接暗示陈立军作票 直接惹起现场观众逆反 甚至在萨丁丁退场的时候 舞台下还在大声呼喊陈立军的名字 也让萨丁丁姐姐有点点尴尬 不少网友表示这种自己带自己节奏 给自己导游的综艺节目 有史以来还是第一个 如果有关韩雪姐姐的韩雪 难听词调背当场念出来 相信损失体面的不仅仅是韩雪姐姐 还有成风2024节目组 这波所谓的加油打气 也直接影响了观众的心态 但好在并没有影响到上台表演的姐姐们 她们依然稳定发挥 每个舞台都值得称赞 但每一位姐姐都需要被善待 与此同时 侠客银市新龙门客栈电影主题曲 也同步登上热搜 陈立军甘愿做乐剧破圈的小石子 却被各方拿来坐垫脚石 这么赤诚的人 直播夜的这番遭遇却着实让人心疼 成风2024本次直播夜不仅癫狂出圈 接下来的操作更让人直呼尴尬 在返场的姐姐送礼物环节 由于节目组跟姐姐们缺乏沟通 淘汰姐姐本来准备送给决赛夜姐姐的礼物 被临时要求通过抽奖的方式送给粉丝观众 这让不少姐姐晃了神 无恙直接把送出的健身卡抢了回来 表示要送粉丝另外一张 然而接下来的复活券和气球礼物就更加充满笑点 每个准备礼物的姐姐都开始现场编台词 赵义焕为了防止被朝自己自制的复活券只是一张A4纸 只能远场让陈浩宇佳写上秋千 而礼物气球由于过于离谱 被姐姐们直接岔开了话题 乘风2024最后一场直播秀时间为 27日中午12点 歌组出战姐姐有 双截棍组 刘欣 朱丹 谢金燕 苗苗 骑士精神组 陈立军 张雨昕 郭碧婷 柳妍 月亮之上组 七威 何杰 孙夏琳 蔡文静 This is me组 陈浩宇 万妮达 袁亚维 郑妮可 此次直播为舞蹈PK秀 除去本次Vocal秀中参赛的 姐姐陈立军为补偿直播舞台 谢金燕为纯表演秀 美团参战剩余的四人 选取待定 27日直播后将直接进入成团夜录制环节 而成风至夜的播出时间则为7月5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